你的女人决定了你的人生 一般说到渣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指男人 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 总觉得女生是比较弱的一方 其实渣女也是不少的 小静和老公结婚四年 女儿也快四岁了 这些年一直生活得很安稳 虽然有些小磕碰 但也还算幸福 要不是发生一件事 他们真的可以恩爱到白头 小静认识她老公的时候 刚刚和前男友交往五年 当时小静和前男友 本来说好打算结婚的 可是她父亲受伤了 她母亲让她回去帮忙照顾 哪知道前男友一回去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后来告诉小静说 她父母给她介绍了新的对象 马上就要结婚了 小静听了 立马坐大巴去她老家找她 可是却没有找到她 电话也都没有接 从此他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但是小静万万没有想到 回去一个月之后 发现自己怀孕了 小静的至尊很强 对前男友的感情又很深 想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刚好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对小静一见钟情 开始疯狂地追求小静 或许是出于私心 小静便答应了她的追求 也发生了关系 恰好发生关系那段时间 肚子里的孩子已经过了安全期 就这样小静打算移花接木 但老公觉得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 小静身材显小 即使怀孕了也不显眼 很多人都看不出来 小静到底怀孕几个月 正是因为这样的巧合 让小静的老公从来没有怀疑过 女儿不是她亲生的 但是半个月前 孩子在学校体育课受伤 需要进行抽血检查 不然小静老公可能会一辈子都不知道 发现小静隐瞒她这件事情后 非常生气 是问小静是怎么回事 小静见瞒不住了 便把真相说出来 当晚小静老公便提出了离婚 搬到了自己父母家里去住 没几天小静又收到 她老公拿来的离婚协议 有的人从扎女的离受到打击后 无法再对感情认真 或说思去爱的能力 所以男人们也要学会分辨扎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